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以不择手段 作画可以不择手段 对东风文化的热爱 使他不断探索中国化现代化道路的力量源泉 70岁那年 他亲身前往珠穆朗玛峰 为体验雪山之美忘记了时间 被上帝夺去了一只耳朵 半个月后 西藏族曲系列作品面世 说那个云一直在山腰上 一直在流动 我看那个美丽 什么叫做忘我的境界 那是我真正第一次 是真正体会出忘我的境界 这位老者用他的经历和作品 给观者展现了一段 年轻只是一种心态的不老神话 他人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他性格比较像是在画台里面的老顽童 一个东西南北人 刘国松 2015年12月18日 首届水墨一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展览展出内地香港台湾 及海外40多位画廊的重点水墨作品和大型艺术装置 作为全球首个主打水墨的一博会 被称为现代水墨之父的刘国松个人画展 成为全场最大的亮点 除了四幅私人收藏外 他还特意为博览会制作了11幅新作 全部作品都销售一空 标价一千万元港币的新作 雪满群山是最早售出的作品 20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20世纪里面也都有很多很优秀的艺术家 其中一位是刘国松老师 我们当去看收藏的时候 第一就要看整个艺术发展 那种的一些重要的意义 而在里面也都可以发掘一些 比较在当时 或者是整个艺术史发展里面 起着一个非常有贡献 和有重要性的艺术家 那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或者作品 是会在未来的艺术市场 是会有很大的潜力 是继续增值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的当下 刘国松呼吁中国画家 做好迎接中国世纪的准备 我们自己也应该要好好努力 能够在跟这个西方的规划平起平坐 这个水墨一个独立的一个博览会 那这是真实空前的最好局 所以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这种水墨化的博览会产生 所以那到时候我们就这个 在世界上我们就有发言权了 83岁的刘国松是一位可爱的老顽童 他特别喜欢穿一双红色的袜子 十分显慕 声音大如红中 走起路了剑步如飞 他惊人的食量 他爽朗的笑声 让人倍感清醒 你看他开车开得非常的快 比我开得更快 所以他们给我取 我爸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标爸 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 到现在他对现代水墨化还是那么的热忱 我觉得不是一个老先生的一个心态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再往前走 我们怎么样还可以多做事情 所以他走路你看也快 就是他整个的心态 我觉得他还一直是保持着非常年轻 刘国松经常说自己是一个东西南北人 一个北方人在南方长大 一个东方画家在西方成名 祖籍山东的刘国松 1932年出生于安徽 六岁时 他父亲就在抗战中阵亡 孤儿寡母没有人依靠 一家人四处逃难 最后只剩下他自己来到了台湾 也许是因为这样颠沛流离的童年 让他个性中无形流着坚强而又叛逆的血 那时候 哎呀 这讲起来啊 心酸 刘国松从小喜欢画画 14岁开始学习传统中国绘画 国画一直都是他的强项 结果他以国画第一考上台湾师范大学 上了大学 受到艺术导师于君志所说的 一切的艺术来自于生活的理论影响 刘国松认为 西洋画更生活化 更具生命力 后来就下定决心全盘西画 全心全意去画油画 从西方印象派开始 一直追随到抽象表现派 结果一画就画了八九年 结果后来因为看到范宽的那个西山行李之后啊 我就感动了 这个我浑身起鸡皮革了 所以我就说当时我一直鼓吹抽象画 结果后来我看了那个范宽的西山行李 那有那么感动 而且那是一个写实的一个山水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这个我一直鼓吹抽象画 是不一定是对的 就是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 这个绘画的形式 不管它是具象还是抽象 它只要它有它那个艺术的本质在里面的话 都会感动人 东方精神这么样的美好 为什么我们不把中国画发扬光大 还老是跟着西方跑 刘国松开始反思 随后他提出一个口号 就是中国画的现代化 这也成了他终生的一个愿望 从此开启了他后来持续数十年的 对传统中国画的全方位变革实验 六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就提出那个中国画的现代化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实验 所以说这个后来我就有这么一个理论 就是说画是实验室 他把它一个很传统 带入到很新的中西合璧的 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 很多人是在推动 可是没有掌握到中的精神 西的精华 而他能够能把它这样结合的话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从西方的油画 回归到东方的水墨 刘国松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除了观念上的改革外 更要致力于水墨化技法的创新 他认为材料的开发 也是创造的一部分 颜色呢 任何材料 你都有权利来运用 就是因为你主要的是为了表现 画家用什么材料 用什么工具 不受任何限制 这就是一个画家在实验室里面 所做实验的一个必然的一个条件 早在1963年 刘国松已经对纸的材质进行改革 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实验各种各样的纸 为了在画面中表现白线条 刘国松自创了丝纸巾和抽筋剥皮村的画法 并发明了一种后来被称之为刘国松纸的画纸 我的这个纸 所以你看 如果你照着光线看的话 你看这里边 这个纸巾多得不得了 所以我在画之前来 我就先看这个纸巾的分布 也就因为我的构图 是看到纸巾来做的 所以说画每一张画的构图都不一样 千变万画 所谓刘国松纸 就是在棉纸上 先胡上一层纸巾 然后在上面做画 画后将纸巾撕掉 这就形成了刘国松首创的抽筋剥皮村法 这个抽筋剥皮的重任 通常都是由刘国松的太太来完成 他就先画 画完以后 他就 假如说他觉得可以 这个画差不多可以 大巨巾定了以后 就开始就来施纸巾 施完纸巾以后他再画 这个施纸巾是根本就是 也是刚刚好像等于是第二步 以后最后要整理的 1961年 刘国松与出生于湖南明门望族的 黎摩华结婚 婚后 他太太就从千金小姐 变成要操持佳绩的家庭妇女 热情浩瀑的她 经常会请朋友到家里吃饭 有时还会闹出 连借钱都来不及的尴尬局面 我想跟你听 我们两个人很注重吃 我们再穷的时候 一定都是有鱼有肉地吃的 常常一个月薪水半个月吃光了 就到姐姐家去掉头寸 这段南北结合的婚姻 风雨相伴半个多世纪 如今已儿孙满堂 随着意大利女婿 爱尔兰儿媳的加入 让这个由东西南北人 组成的大家庭 成为名副其实的联合国 在刘伯松的作品中 都很难找到人的现象 无论是太空系列 九寨沟系列 还是西藏族曲 他只画自然 这种无人之境的山水画 画的都是他 记在记忆里面的感受 由唾沫 抽筋 水唾 字墨 或拼贴艺术元素等不同技巧 所营造出的超现实画景 都展现出大自然 山水云烟的意象 和神韵 气势与张力 我这个一共好几个系列 这好几个系列 都是因为我对过去的那一个系列 你觉得没有挑战性了 我就释远心理 你知道吧 所以你看我那个水托画 就是完全都是 因为我画了个太空画 我觉得我已经好像 想要画的东西都差不多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就想再弄新的玩意了 在刘国松的笔下 从不缺少美景 自从1967年 他看到了阿尔卑斯雪山 画雪景的念头 就一直蠢蠢欲动 直到亲眼看到了 珠穆朗玛峰 他笔下的雪山终于成形 而他的左耳却从此失踪 经过半年时间痛苦的 寻医治疗都无法治好 他就干脆放弃了 后来我忽然一下子想 哎 我说上苍啊 对我也还不错呀 还给我留了一个耳朵吧 我就后来我就自己跟自己讲 我说凡是骂我的话 反正不好听的话我就用左耳 我说好听的话咱们用右耳 至于下一步要创造什么样的风格 刘国松说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他画画从不会胸有成竹 他觉得心中的竹子是很有局限的 大多数都是从古人来的 为此他又提出一个口号 画若不易 所谓的画若不易 就是画画应该像下棋一样 走一步算一步随即应变 如果你说这个胸有成竹 你还没有画之前 你就都已经知道画出了什么样 那个没有挑战性 1967年 刘国松在美国纽约举办各展 大受好评 他的画被纽约时报 一个著名的艺术评论家 称为抽象山水画 为了推广中国画的现代画 刘国松推掉了 美国画廊老板的高薪签约 回到香港继续教书 因为他觉得 要教中国的孩子 才能推广他的中国画 现代化的思想 因为我要 希望能陪着一些年轻人 来继承我的这个 这个思想创 创新的思想 你知道吧 所以你看一直到现在 我还一个月还去教一次 教了40多年书的刘国松 对于有才气的学生 他特别爱才西才 在做香港中文大学 艺术系主任的时候 他率先开了全世界第一个 现代水墨化的课程 他要求学生 一律不许临摹 上来就教一些新的技法 让他们自己举一反三 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创造 我一年进那个书苗里面 来了一个外系的学生来选课 结果呢 这第一个学习下来呢 我觉得这个学生好像蛮 有点意思 蛮聪明的 结果等到一年下来 我给他全办第一 结果快放暑假的时候 我就把他叫到我办公室来了 我就说 我说你是哪一系的 他说我是深化系 我说你对画画有兴趣 他说我从小喜欢画画 那我说你为什么不考艺术系 他说全家反对他读艺术 他们就认为这个学艺术 出来赚不到钱 所以会饿死 那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那个深化 读得太不开心了 他说越来越不开心 为了动员他转系 刘国松就请来了 李军毅的父亲 两人一谈就谈了两个小时 结果他父亲答应他转系 到了毕业的时候 他以水墨画获得全系第一 后来读完硕士 又到了美国读了博士 如今李军毅 也以非常突出的个人风格 已在国际上小有名气 为了学生 要让他们能够投入 这个现代水墨画的创作 他是这个完全不计较任何德士的 这让人就是非常敬佩 有人说刘国松就是现代水墨的传教士 为了让代表东方艺术的现代水墨画 能形成新的艺术潮流 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他经常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汇集各方的资源去推广 去弘扬现代水墨精神 我们今天就很高兴哦 我们一起大家来帮个忙 一起来跟刘国松老师讨论一下 如果我们要做 以刘国松老师作为一个主周 来看整个台湾当代水墨画的一些 突破跟发展 我们应该怎样来做 我觉得我最佩服我爸爸的一点 就是他的这个毅力 跟他的一个使命感 就是他不管别人怎么说 他永远都是最相信他自己 然后最相信他有一个责任 要去替这个中国现代的这个美术 做一点贡献 梁慧琪 升洁建筑艺术美学总监 刘国松作品的收藏家 作为一名对美学特别敏感 特别有追求的女性 刘国松的作品对于她来讲 有着无法阻挡的吸引力 1968年我就有收藏她的作品 那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有让我感动到 那我那个时候就想 开始要有她的一幅 两幅 三幅 四幅 一幅 甚至于几十幅的这样的一个收藏 这样子 你看这里你看往钢琴上一摆 这又是另外一种创作 看到自己的作品 能够跟现代建筑和生活 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刘国松开心地 像个受到表扬的小朋友一样 当时是以收藏为主 后来我觉得这些东西 这些画如何带到我的空间里面 我觉得那是更活化 更生动 而不是只是把它收藏放在那里 我觉得就是要让建筑里面的空间 能够跟所有的艺术能够对话 这样子 所以才会说 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如今已八十多岁高龄的刘国松 依然思维清晰行动敏捷 说其话来中气十足 只要有空 他每天还坚持作画近十个小时 这位经历过人的老人家 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呢 后来给他 刚刚几个朋友给他取了一个叫蛤蟆弓 就是说他其实画画 那个动作有点像蛤蟆 这样蹲下去 站起来 蹲下去 趴着 所以我在想 可能这么多年的这种 作画的一个习惯 蹲下去站起来 所以他的脚弓 或者是乞丐 这个力量特别厉害 我们两碗 要拍一下你们的片子 我们吃两碗牛肉 对对对 吃东西从来不借口的刘伯松 无论是吃山珍海味 还是吃简单的便当 每顿饭都是吃得饱饱的 才会停下来 后来我看到这些 在大陆里面这些老先生都能吃 我就发现 这个不能够只吃七层饱 应该吃八层饱 应该吃十层饱 为什么呢 我说 我说 吃七层饱的人呢 只能活七十岁 我说吃八层饱的活八十岁 我说能吃到十层饱的话 就活一百岁 所以我有的时候 吃得超过七层饱 我连吃完了之后 饭之后连水果都吃不下 你知道吧 所以我还是想活一百二十岁了 作为台湾第一个 回内地进行文化交流的画家 1981年 刘国松再次踏上北方 这片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土 为了推动两岸水墨艺术界的 创新探索和互动交流 他一直奔走在大江南北 1983年 中国美术馆为他举办大陆首场客展 并进行三年巡展 为大陆画坛带去别样生机 2011年 刘国松获班首届中华艺文奖 终身成就奖 2013年 刘国松现代水墨艺术馆 在山东博物馆落成 至今 全世界有超过六十个博物馆 与美术馆收藏了他的作品 他让中国水墨画 走出了一条全新的活路 说是有的美术史家 就说我呢 是一来啊 是自己看到 中国画应该有新的发展 这个全身贯注里来推了 他说另外还有一点 我刚好赶上这个时代 他说时代造英雄 也有英雄造时代的 他说现在如果中国画 现在能够起来 是因为中国起来了 是中国富强了 刘国松把现代水墨 当成自己的第一生命 在东方与西方 传统与现代之间 游刃有余 淬炼着独闹而深邃的艺术精神 直到现在 他还在探索 还将一直探索下去 行走在南来北往的艺术道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